苏灿灿 你给我出来 装我吗 少装傻 就你 有事吗 当然有事 昨联球赛上 你装人的时候我们还没算呢 是你啊 给我道歉 道歉 要不是你 我们学校怎么可能会输 明明是你先装我的 你才犯规了呢 少在这强词多礼 跟我们走一趟 吵死了 到底有什么事 没什么 就算要解决一点私人问题 有什么事 在这儿解决 管这么宽 你算老几啊 我不算老几 但你搞清楚 这里是宁远 他就是宁远的蓝天月 走着 请 请 谢谢你啊 别烦我 我 我听说 常常那帮女生又来找你麻烦了 没对你怎么样吧 没有啊 蓝天也把她们赶跑了 蓝天也啊 她怎么管这事 其实她还是挺好的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听说刚刚有人在班级里面打架斗 我昨天怎么跟你们说的 收心 收心 所以说我最讨厌开运动会了 一开个运动会 一个个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你听听 这层楼有没有比你们再吵的了 这不还没上课吗 谁呀 报告 进来 我 苏珊 你过来 把这个给大家发一下 老师 上次租业还没写完呢 就是啊 闭嘴 这是文理分科表啊 这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 接下来 你们会面临人生第一次的选择 文理分科 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根据自己的兴趣 和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上课 蓝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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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玩什么呢 与你无关 那个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 但是我们毕竟同桌这么久了 如果我哪里惹到你了 你就大人不济小人过 别跟我计较了好吗 蓝天忆 分科你选什么呀 有了这个干什么 就随便问问 你数理化这么好 一定是选理科了 你 知不知道林家泽选什么呀 你干嘛 想知道林家泽选什么 自己去问啊 苏三子 我警告你 不要利用我靠近林家泽 你 发什么神经啊 电子宠物都演不活 丢人 怪不得脾气那么差 喂 美丽 分科你就没选什么呀 当然文科啊 轻松 贝贝不就好了 你呢 我还不知道呢 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想选什么 不知道林家泽选什么呀 林家泽 班长 帮你们站在座吗 谢谢班长 小端子 你和蓝天野不是同桌吗 想着要校草选什么 问问蓝天野不就知道了 我问过了 怎么样 他选什么 别提了 他宠物死了 真发神经啊 你们怎么了 没事 我给你们吵架了 阿泽 我觉得你还挺在意苏天泽的 有吗 那你就直接问问林家泽 那会不会太迷信了 那你就把所有人都问个遍 或者你就说 是问蓝天野问的 可以啊 梅梅丽 你真是我的小可爱 那了 跟我好练怎么样 再想想 那你呢 班长 班长 苏三三 班长 你是去还书吗 黄老师让我布置下下周的阅读任务 我想问你一下有什么推荐的书吗 要不就这边吧 要不就这边吧 这样下周就可以偷懒了 我会帮你保密的 那我就先走了 拜拜 班长 那个 蓝天野让我问你分个选什么呀 天野 天野 文科 为什么是文科啊 文科有利于提高艺术鉴赏能力 为将来的艺术专业打下基础 你呢 准备选什么